我修煉到何其微之间 一直都有着一些很骚髒的关系 他们之间有不伦的行为 听到这里,我真的大吃一惊 这一点,我真的怎么都猜不到 我就问,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亲眼撞见过 还搞祸了他们的好事 所以何其微才会争到我入骨 根本都不念兄弟感情 你想想,那个贱女人居然一世不结婚 守在她身边 而她呢,在我阿嫂死了之后 竟然也一世都没再娶过第二个 两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在过日子 想一下,我都丑到想找龙娟了 但是,我觉得你姐姐很爱你 也都很关心你的 我并没有说出何秀莲的名字 而是特意用她姐姐来刺激她 果然啊,她就谷到她的脸红了 说到说 屁,那个贱女人 她看到这件事败露了 居然还想来勾引我 什么新鲜萝卜皮啊 以为我像她那样 没来廉恥 所以你就写了一封信 说买楼不够钱 想勒索他们四十万,是不是? 哈哈,那些是我应得的 他们搞到我没了面 搞到我们何家人没了面 怎么都应该对我有点补偿才行啊 那驾车撞死何秀莲的那个也是你? 他咬咬头就说 他令到阿嫂死于车祸 我就要他一样有同样的死法啊 那那个八十万的传摺 也是你放在那里的? 什么八十万,什么传摺啊? 他似乎是被我突然间问一问 问到懵了 我看见他这样的样子 应该就确实是不知道 关于那八十万传摺的事 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 又是谁把这样东西放在床垫下边的呢? 我又继续问他 我想和何其微聊一下,行不行? 他竖起左手中指放在唇边就说 嘶,他睡着了啊 我是后他睡着了才走出来的 他怎样会睡着呢? 我喂了几片安眠药给他吃 不到的日中午,他是不会醒的了 哼,我已经很便宜他了 没有拿他的命 怎么说呢? 我说的都是亲兄弟 你说是不是? 我是有点相信他的说话的 但是,我又觉得很奇怪 如果他真的为了几片安眠药给何其微 那么和何其微共用一个身体的他 为什么又会没事呢? 一遮掩就问 怎么办? 将他带回我们那里 等何其微出来 现在和我们说话的 这个是何其妙 我经常都感觉 和他交流令人很不舒服 甚至背上都凉凉凉凉的 一边的李兄就问 他是不是痴了线啊? 我拧着拧着就说 严格意义来说 他是精神分裂里面的人格分裂 他的潜意识里面 派生出了一个人格 从个性到习惯 甚至连知识结构都是不相同的 在单独人格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说他是痴了线 因为他的意识和神智都是清醒的 李兄就做了个鬼脸说到 听起来真的很害怕 欢迎收听 长篇原疑小说 迷离档案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264集 我们说要把何博士 带回去我们住的酒店 他就并没有太多的底促 他竟然还说 他知道自己杀了人 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是关于法律上的东西 我们就是不会理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何博士究竟还能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相比起这个问题来说 其他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 如果这个何其妙 整天都这样飙出来的话 对于这个研究项目来说 就充满着太多不安全的因素了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也都不想去想太多了 这个难题 都还是交给陆云雷 他们自己去处理了 对于精神病 我都是无能为力的了 至于我可以做到的 就是帮他们找到何博士 给他们一个事实的真相 我们回到住的地方之后 何其妙又亢奋了一段时间 一直在对何其妙和何修莲 不停地闹 闹着闹着闹着 居然也都睡着了 李兄本来想叫醒他 但是就被我拦住了 我希望过一会儿 等他自己醒来的时候 角色会变回何其美 因为我想跟他好好地谈一下 我有很多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虽然我心里已经有个大概了 但是我需要了解 整件事的全部细节 我叫李兄和风卫他们去睡 而我一姐和影子 就守在何博士旁里 何博士一直睡到半夜两点多钟 才突然间扎醒起身 他醒了之后 看到我们大吓一惊 然后又望望四周围 问他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何博士 你还记得我吗 朱矮 我点了下头 然后用右手中指 梳梳右眼的眉毛笑着说 何博士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失踪的这两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失踪 对啊 失踪 你突然间就从你住的地方失踪 我们还以为你被人绑架了 浪费了很多功夫才找到你 何博士现在的面色很苍白 他就说 一定是他搞个鬼 他是谁 我弟弟何奇妙 我收在面上边的笑容 就说 你真的有个弟弟吗 有啊 他在女神 你说大话 我们刚才还见过他 他有什么可能会在女神 你们见过他 我们都很多年没见过的了 他很恨我们的 我走走唐薇反问到说 你们 他很恨我 也很恨何妈 他为什么要恨你们啊 之前有一次 他跟我们说 说要买楼 但是还欠很多钱 就写信给我们 说希望我们可以帮一下他 我就特意问到说 何妈只不过是个保姆来的 他可以帮你说事的吗 听见我这么说 他臉杀时加了红当当 看来何奇妙 真是没有说大话 何奇妙和何秀莲之间的关系 的而且确是很不尋常的 只不过我猜不到 他们亲生子弟之间 又怎么会有 这样的不倫之恋呢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又继续说 我没有借给他 其实钱就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中伤我们 这一样真是忍不住 他是怎么中伤你们的 何博士的口移动了 但是跟着尾 又立即合买 我叹了一口气 轻轻地说 他并没有中伤你们 其实你们自己 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所以他才有机会派生出来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何妈的本名就叫做何秀莲 事实上 他应该就是你的亲生姐姐 但是你和他之间就有着一些 不为人知的不倫之恋 近这二十年时间以来 你们一个不娶 一个不嫁 一直在很艰难地 维持着这段关系 我没有批判你们情感的意思 虽然在理智上我是接受不了 但是从感情上来说 我都叫做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种畸形的情感 却是令到你们都陷入困境 无论是你还是他 都在受着良知的折磨 而你呢 为了减轻这份负罪的感觉 你从内心里派生出一个弟弟 他就是何其妙了 他一直在破坏 和批判你们这种子弟之间的不倫之情 而他呢 就是你内心的良知 和道德的化身 听完我的说话之后 何其妙的面色变得很难看 眼神也非常迷你 我就没理他了 依然继续说 你姐姐心里边 也有着同样的附构感 所以当你那个派生弟弟出现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的情感 全部都转移投入到他的身上 他是在为自己 尋求心理上的安慰 因为他必须要在心里边骗自己 说那个何其妙 不是他的亲生弟弟 他们自己的爱恋 就不会再受到世俗的折磨 但是他这样做 反而加剧了你的痛苦 你捨弃了一切 和他长相厮守了这么多年 到了最后 他竟然会移情别恋到一个 由你自己虚构出来的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男人的身上 不要再说了 他声阵阵地打断我 我望了他一眼 又继续说 你无法容忍他的背叛 所以你就开始慢慢地 憎恨那个 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道德和理智的化身 你也开始憎恨那个 你爱了一世 但是在最后关头 移情别恋的女人 不要再说了 求你不要再说了 何修连已经死了 是被人用车撞死的 是 是他 还是你 现在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应该要阻止他 再继续出来捣乱 更加不可以再害人了 他低头 两只手插进头发里面 不停地搓 然后说到说 我做不到 我根本都控制不了他 我走到他面前 用手拍拍他的背部就说 你还有很多大事要做的 你现在的状态太差了 我建议你还是好好地 再休息多两天了 他一下子拉住我的手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帮我赶走他 我定他不信了 再这样下去 我会自善的 这个是你自己的心魔 我们是帮不到你的 所以 你自己就必须要有能力 有决心 和心魔斗争 这些 我们都是帮不到你的 我 我真的可以吗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的 他一时之间 好像老了很多那样 头上边 竟然还标了很多白头发出来 我又说 你尽快收拾一下心情吧 至于其他东西 你就先不要理会了 我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而已 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会告诉我 我一定会告诉你 那你究竟有没有害死自己的老婆 欢迎收听 长篇原疑小说 迷离档案 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265集 听见我这样问 何其微望着我 我怎么会害死我自己的老婆 我有什么可能会害死自己的老婆 我没有 我没有 他拼头拼得很厉害 甚至还听见他自己在那里员呆呆呆的 那看来 他老婆的死 真的跟他有关系 但是他又没有正面地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用了两个反文 特别是最后那段话 就好像是在说服自己一样 他根本是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东西 我拼了拼头 忽然间觉得他很可怜 但是又不值得同情 如果一个人 连最基本的人性都缺失了 那他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打了个电话给陆逆雷 喂 陆小 找到何博士了 陆逆雷听到之后 有点激动地说 哦 找到了 他个人现在在哪 就在我们手上而已 不过你可能 要找几个精神科医生过来才行 为什么 他干什么 知道事了 陆逆雷全总说了两句话 居然就已经有六个问题了 那看来 何其美在他们心目中 真是很重要 那我就说了 他一直都有精神病 只不过以前 你们没有发现而已 他有着很严重的人格分裂 你还记不记得 他那个所谓的弟弟 就是他自己分裂出来的一个人格 陆逆雷即时沉默了 他也是个心理学的专家 他知道人格分裂的严重性 这样一个人 在从事着高机密级别的军事科学研究 是一件好生命的事 他心思了一会儿就说 人你们先控制住 不要让任何人接触到他 我明天 最迟后日 就会带医生过来 看看能不能控制住他的病情 如果他真的不适合继续工作的话 那都唯有是重新再来过了 还有啊 我们准备退了酒店房 然后住去何博善家 这样没那么显眼 也都方便一些的 你想省钱而已吧 不过你的考虑也是对的 住去何博善家的确是方便很多的 我们来的时候都不用那么张扬 我们又再谈多两句之后 跟着就收了线了 我跟影子说 准备一下吧 一会儿你一姐和我 就先带着何博善家去他的家 然后叫李兄和风卫 等方小元他们回来了过去吧 我估计 方小元他们应该就快回来了 我就扔出个电话 想问一下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兼且把何博善家的事 告诉他们 我打电话给方小元 发现是关机的 然后我又打电话给邓坤 居然也是关机的 而方小剑似乎是没有用到手机的 那他们究竟在搞什么 我有点担心他们会出事 影子就说了 应该不会的 方小元和方小剑一切 舍底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是遇到什么事 担不住而已 那接着下来 我们又是来到了何博善家 交部还守在那里 他看到我们带着博士回来 他就很惊讶地说了 你已经找到人了 我咬下头就说 是啊 辛苦你了 我们进去吧 我们进屋之后 我问交部有没有什么发现 但是交部就担心了 那我就跟何博士说了 博士 如果你累的话 可以回房睡觉的 不过我们一定要有人看着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他拧了拧头就说 我明白的 放心了 我不会令你们难做 那我就叫影子陪他上楼 然后就叫一姐去何妈间房睡 我跟交部就担在梳化那里 大概到了一点钟左右 手机突然间响 是邓坤打电话过来的 喂 珠哥 我们回来了 你们人呢 我就很欲瞒 虽然我们不在酒店 但是丰伟和李兄还在 我就说了 我们才来了何家 李兄和丰伟不是在酒店那里等着你们吗 我跟他们说了 说等你们回来就一起过来的 没有啊 两间房子我都敲了门的了 哪有人呢 蛤 你再敲一下 我打个电话给风伟 很快 风伟的电话就接通了 我问他在哪里 他就说 我们出去吃宵夜 珠哥 要不需要带点回来给你们啊 我听他这么说真的翻白眼了 方小元他们回来了 你们快点和他们会合一起过来吧 我原本还想骂他们几句的 搞到我虚惊一场 差点还以为他们出了什么事 在交代完风伟之后 又回了个电话给邓昆 然后我才又试闭上对眼 闭上一阵 但是 没有过得几分钟 我就听见影子在那里叫 珠哥 你快点来吧 何博士瘫了 我乱乱冲上楼 来到房门口 见到何其美 正坐在一张梳妆台前边 头上戴着长一长的假发 正在那里用一把梳 在那里好认真地梳下梳下 我走过去 轻轻地说到 你是谁啊 他并没有转转头 也轻轻地说 你们是来找奇美的 他去了加班啊 我在梳妆台上边那块镜里头 见到何其美的面上边 打晒粉化晒妆 嘴唇也涂得红红 尤其是他拿着把梳的那只手 还翘着蓝花纸 他说话的声调也很特别 有点嗲嗲嗲 鼻音也比平时重很多 我就问了 你是他老婆 他点了下头 然后站了起身 轻转身望了我一眼 我是沈香燕 是奇美的老婆啊 说完之后 他忽然间又不知 为什么变得很惊恐地 看着我们就说 你们是谁啊 你们为什么会在我家的 奇美呢 你们 你们将他怎么样啊 我们是何博士的朋友来的 是他叫我们过来的 沈香燕望着我们 半信半疑地说 你们真的是奇美的朋友 那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啊 你刚才不是说他去了加班吗 啊 他果然是去了加班啊 他除了加班之外 都不会抽点时间出来陪我的 你和何博士结了婚多少年啊 都好多年了 那时候啊 人家还是个姑娘仔来的而已 他一路说 面上边就挂着笑容 表情还有一点怕怕丑丑 这副表情 如果换着是在第二个小女孩身上 那应该会很漂亮的 但是当我们在他身上 见到这副尊容的时候 胃里边真的翻缸倒海 差点没吐出来这么快啊 我强忍着这种不惜 又继续说 河妈跟我们说 说你已经车祸死了的了 他忽然间就变得很生气地说道 他这个贱人 母婆 常常走我去死 我死了 他就可以霸接我个奇眉啊 但是他和何博士是两子弟来的啊 彻底 他是个变态来的 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啊 他常常勾引奇眉 奇眉不喜欢他 他就不要面子地 连着奇眉那里 说到这里 他突然间有点 惊惊青青地望望四周围 然后动起手指 做了一个 嘶 这样的动作 小声点啊 不要让他听到啊 不是的话 他会害死我的 一边的影子听着我们的对话 面色都变了 我知道 他现在心里边 应该都充满了恐惧 我们眼前这一个 应该是何博士身上的第三个人格 他自己的老婆 沈香燕 我不知道这个角色 究竟是虚构出来的 还是真实存在的 我就跟沈香燕说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小孩呢 他抬起头望望我 他就说 奇眉他不喜欢小孩的 我都不喜欢 会影响我们相爱